十四件吧 已經有檢驗結果是陽性的 那饒河街那兩岸的話是陰性 調味料等等這些 那通通沒有檢驗出來 保齡茶室中毒案米酵菌酸 檢驗陽性Z加2 累計共十四人陽性 只是二十六號茶蔻的三十五件食材 檢驗結果全數陰性 遲遲找不到源頭 流行疾病專家何美香 點出可能來自中國 毒素飄陽過海來的話 撇除米酵菌酸飄陽過海一說 強調原因還是綜合研判 但外食族很擔心 導致賣果條的小吃業者 遭受波及 生意慘兮兮 強調保齡案目前無外擴跡下 只不過近日薛瑞元三把火 辣椒粉紅麴及保齡茶室 爭議多遭點名在留校查看名單中 敏感話題 血熱源巨大快步離開現場 食安風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新任內閣去留 完全考驗學部長應對等力 三天氣溫暴散與酒樓佩與台北採訪報導